接下來看水的消息 南臺灣港豪農創三十年來的新家 民眾黨團今天批評政府 拿農業用水 萬俗鑑業用水 不太好久長的幾月 不過經濟保障奧米花表示 這件網問頭過的新政家的主管 這個用水可以來讀過 臺灣南部港豪農創下三十年來的新家 在水前淡水雷正行之下 臺南專做是減量用水 沿著水 高雄也變造減合用水 批准的危機越來越減重 再起民眾黨團調開記者會表示 全臺灣國內自來水的工序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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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作成一年的流水率有十三點六百 而且目前全臺灣水口 下面的頭切割有到三分之 可能政府買無水才要瘀製 對水主管管理不做好長期的幾月 我們現在一百零九年 臺灣河川每年平均總進流量 約四百八十二億噸立方公尺 其中大約四分之三是排入這個海洋流失掉的 剩下大概只有一百六十六到一百九十一億 立方公尺才是全臺水資源的使用量 怎麼把水流下來 其實這才是真正的前瞻 政府議員紀錄也說 警察部長翁米花過年變說 臺灣沒缺點後 現在換共調臺灣沒缺水 不過事實上臺灣不是沒落後 缺點是生水跟缺水 還有調配水主管的能力 而且政府最近發電南科 讓鑑鹽用水溶液管 所以沒有做好配合的措施 地處溶液大大受到影響 如果繼續缺水 要問需要重點的溶散 無過三期沒辦法順利灌溉 芒果樹就會因為缺水灌溉 產生掉果或結小果的情況 說白一點 那最後是什麼呢 那真的是變成新的芒果乾 水的部分現在是因為南部的這樣的大汗 那希望在這段時間 經過我們的這些抗汗措施 包括新增的水源跟節約的用水 可以渡過這一段時間的一個漢情 有立委這期臺灣的水費是專給第三個 夾著生水的異觀 夾著要針對用水量大三個 提款水費 針對這點王美花表示 放水費二月撤衣才開始燃燒 包括下款會在立委要求的時間來 提出說明 無情無調整水費的規模 記者 總法報告